他一年有三個都是B級賽事 打完這個直到9月1日 全部都是B級賽事完畢 有什麼特別呢? B級賽事是一個選擇計分賽 上次我們拿了冠軍 就穿著那件衣服的賽事頒獎 就是爭取公平競爭 後面反著叫做反對黑商作業 但他不給我們獲獎 出了一封信就恥絕了我們的獎 就說你不可以抗議 因為你確認所有不頒獎給你 但我們所謂抗議 所有香港的法例 是在人權法下面的 我們簽了人權公約 是有集會抗議的自由 但他不給 就因此幫助了我們獎 但這個是一個問題 給我們一封信 你們的首題都有的 這個比賽 我們為了這樣去台灣 跟過南韓國家隊 曾經是南韓國家隊的宗教練 叫做唐中韓先生 即是世界冠軍 他集會了一個半月 上了幾天回來 這個比賽在我們還沒集會之前 都收到 希望可以拿這個獎 讓他無法出聲 因為如果我三個裡面 拿了兩個 拿了兩個的話 基本上 就是人家是上年以來 投入法案 我們是必然的冠軍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那怎麼辦呢 如果這樣的情況下 他不准我們打 初初的條件 大家可以看到 新舊版本 新舊版本 就說 你不可以 吸早有一個限制 那時候沒有的 吸了一個限制 就說你每一吸氣 48公斤 52公斤都會吸早 有一個限制 人數多於這個限制 多於這個數 就你無法打 但是他沒有說過上限 是多少 限制多少人 另外就是要買第三支保險 第三支保險 每逢幾次政府賠了錢 去買第三支保險 另外就是要買個人的私人保險 但這個一向都是沒有的 即是三個都沒有的 那我們在長毛電話 在五月二十幾號的長毛電話 即是距離現在二十幾號 一個月左右 就打給康民署 因為康民署資助的 就打給他們說 你很不合理 我擺平難我們的 這樣 因為這樣的情況 就取消前面的兩項 一剩下一項 新版本來看過 新版本就說 要買保險 直至昨晚最後都通知我們 你買保險 你買保險 就今天都可以打 但問題是 我們是買不到保險的 因為 我的保險我問的時候 他就說 這是比賽高危保險 我問匯豐和雲你 他說 我不會做這些保險的 他說 黃先生 你不如跟賽博說吧 這保險家的說 其實很難做的 基本上 你跟賽博說 我們不用買 那就 他過了這個關口 但問題是 我們跟賽博談的時候 一出現很大的問題 就說 他根本就是不斷的方法 因為他買保險 就說 他們 有買保險 就是賽博跟他買的 但就拿報名費 但我們也有交付費 那為什麼 他的分數就是你這個 一他那些 總會那些 運動員 就可以 由賽博跟他買保險 因為那些政府都是政府錢 但我們 跟他這個公開賽 是一個公開賽 但就要我們買保險 擺平是難 最終就說 以後我們不能參加他的賽事 那就完成他們的小天子 那個問題了 所以來來去去 根本我們就不能夠參加香港比賽 有很多年到現在都是 我拿了半關 不能夠代表香港 不能代香港 大約在香港 大家看到過 有機會上網看過手段 我們都帶了消息 很不合理 沒有言論自由 什麼都沒有 全部都說了 同樣現在在選擇上面 也是不公平 但政府一直都知道 我們要新訴保留 和新訴保證 找過梁議員 投訴國 有些議員全國立法都原不知 但都沒有人理 總之他沒有人理的時候 他就可以亂來 拿多立訊的錢 這是全國立訊的錢 去做他自己想 生活中想做的 但我們抗爭了那麼久 現在正如慘了 就說 因為這樣 游道場沒有了 我們現在被解僱了 因為同時 在我去台灣的時候 警察游道會 通知我們 你們 包吹這個會 不可以當教練 同樣 我們這次 不能夠參加這個比賽 同時 同時 亦產生了很多問題 就說 沒有了有抗爭 不能參加比賽 同時 在抗爭上面有一個問題 就怎樣 我們下個月 警察選擇性 又在這個賽場上 在上次大家有看到 我們有些事情 不放得出來 因為要打根法律官司 就課給大家看 下個月的23個 真是法律上法律 就距離賽會 會說 有聲稱人受傷 去告我們 我現在當然不認罪 上個月23號 就去訓練 找到司會自己治癒 總之他多方打壓 打壓 根本沒有發展空間 所以我請 郭國雄會來幫忙 開一個記者 給大家知道 我們開完之後 我們會上去抗議 因為我們不打賊 好